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代表華裕港堂 歡迎大家來臨 請各位起立向謝道長敬禮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很高興請到謝全清道長為我們講述 利器還原真道 請學員關掉手機和教靜音 以免影響課堂進行 謝謝 今晚我會帶胡道長來 稍後你們關於內收的事可以問胡道長 很高興剛才你們開始之前 有一兩三個朋友說 他跟胡道長研習後 回去有進步 明白了一些事情 稍後跟胡道長研究 好嗎 大家研究一下 好 今次是第五課 到理器還原真道最後一課 我希望將我們道家內練的事 根據太上道祖的指示 很簡單地告訴大家 因為太多人不明白 為何我要收道 為何我一定要練內功 我一定要靜坐我才行 其實就不是一定要練內功 你練內功就是雙得益章 你對將來出處 就是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就很快地講一講 因為今天時間都很創絕 我們就講內修 外修就講了 內修也是講修聖 最後就是聖命合一 回到先天的一氣 今天就能碰到 也是這樣 我們根據太上道祖的內修篇 在坊間也有很多人 將它修錄又修錄 重演又重演 我們上次講了一至十章 今次講了十一章至二十章 是下集 但未大結局 我上次剛才說了 太上道軍就是隱藏著 我想三、五章 因為他說 世人不肯真的去珍修 他就很心灰 希望有朝一日 我們打動到太上道軍 透過另一位高度的機身 將餘下的章數錄出來 現在就放在女祖的辦公室 欲清虛弓上面 很多人問我 他說 齊徒長說 內修是很難的 由心 你看看 由靜宇定 一直到二十章 沒有啊 我都不行 我都不行 我周身沒有空 又要尋射 又要侍奉父母 其實不要緊的 你起碼 有一本這麼好的經書 太上道軍 不厭其煩 用幾十年的光景 說著停著 告訴大家 一本這麼好的書 外面都經常都看完又看了 我們最少只讀書 我讀完文科 或者我讀理科 將來你不會立刻用到的 你是每年去用它 每年去了解這個概念 沒有吃虧的 這麼好的經書 我可以担保告訴大家 就算你未完成,去到二十章未完成 你根据太上老君一字十章去二十章 一定是成到先人 真人、真君、真仙的步驟一定可以成到蓬奈 未去到呂祖、如来佛祖、八摩祖师 所谓纯阳的阶段 真是精气神合祖一 纯阳之体有了不生不业的境界 那些是很高的境界 那我们就遥不可及 你做到先人,真仙也好 不用论文先 我重复太上老君说什么 内修的法文主要有三百个 第一个是清淨为主 你经常动来动去 血好会落下 雷祖说这些气邪法 那当然不同 正然后能定,坐下来静静地 正然后能定 定然后下一集会说入虚 你不能进入虚 看上老君说 也是没用的 好了 那便是气血聚散 坐下来 坐下来,傻傻傻 其实不是傻 你接着呼吸 呼吸 那些气息的调和 其实就是等于我们呼吸的阴阳升降 那你能够坐下来的时间 不一定会进入虚实的 功效就是气血聚散 气血聚散 很简单的例子 就算我们冬天 大家可以试一下 冬天 你不是一个修道人 不要紧要 冬天 正常地坐在室内 不要坐室外 你觉得手脚冷 那你坐在这里 你坐在这里 15至20分钟 30分钟左右 顺调呼吸 你两个手搭着 上一支 而胡道仰教你 那些手势 你会觉得手是暖的 不用穿衣服 这就是那个效用 在这儿 太常老公没有压力 气血的聚散 效用在这儿 初步你见到那个效用 你个人是暖的 手脚 不用加衣服 但你就算穿了衣服 冬天的话 你坐在这里 你都觉得人家会冷的 手脚会冷的 但你正在有效 那我今天再加到两篇文章 他讲得很好 那就是 鬼屋之先生 鬼屋之先生 我都听过他的名字 他说是智乐时代的一个中环家 有一个道家 有一个智乐家 他就在一本学能福音那里 我找到出来 他说外修内功 外修内功必先养气 坐在这里 调和呼吸 养和神治安 血治调 正如太常老公 你气血醉山 定正咸而五藏相得 等一下我会解释 为何和五藏有关呢 今天要讲清楚了 为何你坐在这里 一定一静一呼一吸 好了 做到了 那你为何和五藏有关呢 太白 李太白也说得好 凡夫俗者于道毫无领会 我不懂得收道 我不是一个收道人 若能静坐功修亦可治健康 起码你都可以健康 行血先 行血行气 病都少些 不用吃太多补品 是真的 好了 解解鬼谷子先生 所说的定正咸而五藏相 因为我们在母亲的时候 我们五藏的系统 是呂组画的 我们的心肝脾腺 是呂组画的 是呂织带 妈妈敷就敷 妈妈吸就吸 大家都不知道 在母亲怎么知道 出生后 我们五藏的系统 原来就聚在哪裏 在我们的下单田里 呂组画 吐组画一吋二分左右 这就是我们后天呼吸 心肝脾腺的系统 系统用来做什么 就是做你们现在静坐的时候 所呼所吸 作用就是五藏这个系统下单田里 产生了气的作用 你做得一般的 正如刚才所说 例如一般人这样做也好 做不到也好 肯坐下入呼吸 你身体会好 呂组画说 你做得好的 更上一层楼 原来气血和 血可化症 就是精气神的精 讲得相当清楚 不要猜度 世人 不要猜度 什么是精气神 男人思想我女人没有什么 全部都错 气血 走得好 自然化为精 精气神的精 精入皇庭 养丹首气 永远只有一个故事 没有其他地方 这个先天给大家的皇庭 人人都有份 看你懂不懂利用 上次胡导长解释给大家 正座入门 我们如何去调息呼吸 有五种方法 一二三四 四种 四种方法 风相、喘相、气相 这三种都不合用 胡导长解释 最后是色相 色相的方法 就是错事无声 不结不粗 吹人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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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书说这个药字 为什么用这个药 他不是用说话的药 如果用说话的药 就是一个动词 动词 我们静坐不应该有意念 不应该说我想得到一样东西 如果这样的话 你永远都得不到 虽若传若忘 这个呼吸是自然的 这几种方法去坐 明天大家不明白的话 可以问问胡导长 太尚老公说第三样东西 就是精气神最后要结罪 合一 上一节我们只是说到结婚 结婚不是代表它是合一 即是有意思 明天再解释 上一节我解释到 那个戏在中丹田 做中间人 扔着神社 下面扔着精社 进入多丹田 只不过是一种结婚的形式 但是未生孩子 未生孩子 生孩子要如何 今晚会说到 要用你自己的丹田奴火 去炼它 我们叫做炼药 烧丹炼药才成功 不然也可以 身体好 气血黄 身体好 太尚老公很好 科学性地告诉大家 要练这个精气神 要有个奴火 奴火明天会讲及到 你丹田奴火 你自己静坐的时候 产生暖气 然后将这个精气神 煮滚它 成了精气 离开五官七窍 我们人还未能死 分分到肉身 出入人间 六备神仙 好像铁怪你 铁怪你不幸 铁怪你不幸 他肉身被他的徒弟燒了 我和大家说 真灵的描述 精气神合一之后 什么都阻挡不了它 我上次说了 如果你关门了 郭道长说 我这里不让神进来 你关门了 你关门了 如果九天元女进来 你为什么不进来 真灵 没有什么可以关门了 这个真灵的描述 入神临日石飞行 入火不溺 入水不溺 入火不溺 这个就是神 真灵的描述 《欲皇身分机》也是这样说 说得很好 太帅老公说 我们人有个云童拍 当你修炼内丹的时间 你不用理他 云童拍至 你三品走走 合一 准备合一 走来走去的时间 云童拍都是坚定的 他自己会坚定 最二和一 都会在皇庭 所以我们练丹的 五个事一定要有 精气神加密云童拍 不可以缺少 这里我今天要多说一点 因为很多人坊间都不明白 我希望大家明白 太帅老公说 除了要静和定 然后就是气血聚散 还有最后要三品精气神合一 还要什么呢 最后一样 太帅老公说 五行之座 水火相制 金木相克 人家问我 为何内修要跟金木水火土有关呢? 五行 上天来说也有金木水火土 所以我在七月份的时间 第二堂跟大家 我用了一些时间 跟大家讲了天地的形成 就是今天我来这样用的 很快去复出一次 天地的形成 他进来索地三次 以及地上回天上 陰阳是这样的 索了天三次 讲原始的时候 然后大家又产生了六气 大家如果翻到底下 就看得到 这六气八卦的叫 雷火、水火、山窄 然后加上乾坤和天地 八卦的工匠在人间 即是天溝第三次 地溝天三次 才有这个六气在我们人间 加上乾坤天地的八卦 成立了八卦工作 才有众生 八卦之后 这个是卦象 还有鱼最好 日就代表我们的肝 我们的肝是昏 藏在我们的肝座 柄就代表我们的肺 柄就代表我们的肺 柄就藏在我们的肺 有这样的条件 再加上五老神 金木、水火 那位五藏神金 奉牧的聖母命 吹祂的金翼 给我们在衰梨山 拿一块泥土 做一个爐顶 做起我们的心脏 心肝脾肺腎 再加上五行 我们要还原真道 还回五行、金木、水火 太上路君说 五行之座、水火、箱 就是金木、水火 内收的人一定要明白 太上路君所谓的五行和水火 金木 就是我们要还原给上面 还原不是给上面 而是给自己 永远都是你的 你拿到就 拿不到就没有了 所以五行相生 天积、气、地积、水火 有了六气出现之后 六气又互相交交 天积、气、地积、水火 第一个生木 第一个生木 木生火火生土 生金、金生水 我们的五藏都是金木、水、霍土 大家都很清楚了 好 这里要讲一讲 天地三枯了三次 天枯地三次 地枯了三次 原来呂祖和钟离太师 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父母交合之后 父精母血之后 原来我们五藏六虎的器官 就等于天地三交合三次 我们才有我们肝、肾、皮 这是三阳 父亲的气 混合了母亲的阴气 就有肝、神、坤 走出来 特别是八甲的震撼、银 同样地 母亲混合了父亲的真气 就出现了另外三个器官 就是胆、心、肺 八怪来说 就是信、离、穴 所以天地和我们人生是息息相关的 人生是一个小天地 天地是一个大天地 我们如果要从后天回到先天 从内念、内丹修炼 无论你哪个派别也好 都是念丹 用五藏的器液来交合 来回到先天 佛教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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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没有那么深入 佛教就说地风水火 地风水火 但我们道教说五行 那就各一各说 我们说道教 当然用佛教来说 所谓的五行 我们必须要留意一件事 很多人都不明白 以神为主 为何以神为主呢? 你看中祖的意思 我们五座六夫 原来以神为主 人寿胎之初 即我们在妈妈母体 开始成形 精气为一 原来精和气是父母的真气 及精气寄分 先生两个神 在母亲那里 先生两个神 一左一右 一神再左 左为圆 圆以升气而上传于肝 原来是他的阳气 上升到上面 做了另外两个状腑 一神再右 拼是阴 有两个神 拼以立翼 下传旁肝 下了旁肝 然后再做其他这三个器官 阳气做这三个 即是原来天地三次交合 就产生六气 原来父母的交合 产生了我们的神状 由神状再传 传这个气和翼 给我们生五座六虎 所以 神是我们五座六虎的根源 我们要修炼到根源 就是从神的气开始做 但是神的气 很奇怪 就像下这篇 神的气 属坎 神气属坎 坎 它就是属水 属水 丹语叫做圆 圆空暗形 五金八石之手的五金 就是圆 圆 在我们的神像中是水 它自己不懂得升上去 神气 我们修炼内丹 神为主 神气不懂得升上去修炼 我们靠什么去升 火 用我们的火 我们的火属于什么 五行来说属于心 心火 去练神气 这样两个 一交一合 我们就叫水火相祭 大家打开一本单书 永远都是叫水火相祭 或者我们匹配阴阳 交溝龙虎 就是这样的 其他狀斧的气液 是用来辅助我们的 首先要搞定神气 让心火去烧 烧了之后 就变成什么 变成单 整天都说收单 我练单 其实是神气和心的交合 神气和心液的交合 练成单 其实不是一粒单 我问道长 我是不是有一粒单 非也 单是没有味道 没有颜色 没有形 没有看不到 只是一粒气 气叫做单 不管是金单 什么丹也好 什么丹也好 都是气 好了 我们单语的大喜本书 整天都叫我们 水火相祭 因会匹配阴阳 醉散水火 狗狗龙虎 其实都是在做这一种 把心火和神气 烧着 你保我长 我保你短 结合了一句丹 大家记住 这些稍后再经过再谈 太上路均说 由正义入定 入定之后 便要随网规定 太多妄想 坐在那里也没用 想太多事情 他教了我们 如何随网规定 上次说了 随网规定之后 你还要形神运气 准备功夫是什么 随网之后 你还要将你的元神 不要到处放发去 你自己坐在那里 你的丹田的气 就收回到你自己的丹田 那里 屡祖叫做气不邪法 借底皇庭 这些就是内真气 将来你练丹 就教内真气 帮手 如果你经常发科发脾气 这些气 你那些后天的气 都烧着了 走到身外面 就喜欢吃喝玩乐 都属于气邪法一种 属于 大人 去玩乐 应该吧 我疫情三年 都会坐在那里 很悶的 叫你 收到来 不是叫你不要气邪法 尽量少一点 有时间 聚一下元气 到丹田里 叫你坐在那里 这个就是导家 叫我们这样做的 上次说了三件事 如果你能够除了网规定之后 凌晨运气 准备功夫 下一步功夫就是 将这个精气神 拉到丹田里 上次说了 我们叫三个人结婚 如果你能够做到 能够静 静完之后能定 定完之后 由凌晨运气 你那个中间人 我们叫他气 气在我们人生的皇庭中间 就会拉到神 然后气便将精气 拉到丹田里 那么三个人 就先结婚了 所谓结婚 不是一定 是形状 不会稳定的 是时序时散的 为什麽呢? 因为他未经火候的锻炼 下一步我们就说火候 点着火炉 去烧它 如果精气神能够靠气 在中间扯着神 扯着精 落到皇庭 我们就开始叫做养仙胎 养的养字 养就是培育 不是说你成功 不是说你结婚了 他经常都会走 因为你未曾经过 用火候去锻炼他 稍后会说 对 跟太上路坑形容也很好 精气神放在水里 你点着火炉 找个炉火 精气神落到中丹田 三个人结婚 未生子 怎样生子? 点着火炉火 把炉火烧它 稍后会说 精气神的气 在中丹田 神在上面 精在下面 三者以气为中处 中丹人 将他拔来拔去 第十一课 下章 重定入虚 道长 告诉太上路坑 我已经入定了 太上路坑说 还没有进入虚 你还没有进入虚 你重定要进入虚才行 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躺不入虚境 入不到虚境 你定也没用 就是胎原 刚才我所说的 精气神的胎原 三个人结婚 永无形结 只有羊 那三样东西只有羊 一定要入虚 重定入虚 那 下上路坑教你了 什么叫虚? 我说得很好 虚者各无也 世间一切有 若入虚境 則物非是物 又有虚无 哦 然后太上路坑告诉你 当你进入虚的时候 你觉得 物件不是物件 各样都觉得它不是那样 即是不存在的 即是等于《清淨经》所说的 观空亦空 空无所空 读就容易 是吧? 真的走上路坑 怎样 我真的空什么都不知道 林小姐在我面前 我都看不到他 就是要空到这样的境界 不,慢慢做 太上路坑说 入到定之后要入虚境 不入虚境的话 你那个胎盆 蒸起成的胎盆 是不会凝结到的 只是一种假象 他教我们入虚境的方法 太上路坑真的很好 他说 定力生智慧 智与神会 谓与气通 神气合通 智与气化 哦 他说好了 当你入到定的时间 你未入虚境的时候 原来你已经产生了一种智慧力 智与神会 就是这里 神在这里 智慧 智慧 智慧是这样用的 当你静坐的时候 你入到定的时间 智就要跟神会合 慧和气要通 智和慧要相通 简单来说 利用你自己的智慧去入虚境 没有人教到你 就像陆祖、慧、能、禅师 他不懂智 毛不智丁 为何他的智慧这么高呢 这些修道、修行 练来丹 一定要讲智慧 每一个人都不同 当然 有智慧的人 做得快些 每一个人的缩因都不同 你我不知 神人不晓 大家做了才知道 智慧 也有些解释 在我们道家来说 慧 慧是先天的 大家要弄清楚了 智是后天的 所以不要以为智慧是智慧 智是先天 慧是后天 是不对的 是错的 太帅老公说 原来我们入定之后 用智慧来拉住我 从定可以入虚 他说 当你入虚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 我告诉你 太帅老公说 初感 有无之间再觉如 飘渺之烟云 三角之際 治觉内体 空无所有 亦仿亦分 有我无我 由于四肢不存五藏均虚 此时也万念俱习 1.0西 上下通 你看这些基敏 真是没得顶 虚无的感觉 原来就是这样 我希望大家都做到 我也想自己都要做到这个 因为你做到这个 其实是开始 正在进入了直路 虚的感觉就是这样 有我无我 由于四肢不存 我忘记了手 我忘记了脚 五藏均虚 我没有五藏 此时也万念俱习 1.0西 上下通 很好说的 好了 如果进入了虚境 很厉害 有智慧 六祖 帕帅老公说 还不可以 走多一课 赔钱定臣 为何要赔钱定臣 帕帅老公有分析 我们从定入了虚境之后 然后帕帅老公说 因为你入了虚境之后 原神如果不定 又多一个问题出来 内收之事 没有入定 而未能留年三宅 如果原神不捉回来 也会散 入了虚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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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来说 走不到三个圈 即是很速的时间 便又打回圆形了 这部帕帅老公说得好 胎先结于皇庭之后 又需培育原神 原神即是我们的精气神的原神 为何要培育他 才是神不堕 以涉真元 涉真元即是提起我们的原性 我们的原性就是先天的原性 你自己的本性 不是这样做的话 原神不定难超入定门 即入定境中生形 若虚又若实 若遇此境其神必动 神动气散精度 这是这样的境界 你入了虚境 但是原神不定 你就会有很多东西 推回来 你会发觉自己 突然想出很多东西 又是因为你入了虚境 但是原神不得定 就是这样的情况 太朔老公教我们 你如何把原神定入定 是很难的 他就分开两样东西去做 第一 外面太尚两军 即是这件事容易做些 外面你接触的东西 如今所说的 非理物事 非理物听 非理物言 非理物动 我需要生活 我要接触人 尽量这四件事 像如今所说的 我去做好它 没有礼貌的东西 或者我不听 不学 不去讲 那你就修养你自己的外面 的竅门 内面的竅门都要做 当你静坐的时间 要教你什么 气不动 梟不离 内不日 精自固 里面又如何做 就等于后面的图 简单说给大家 就是这几样东西 刚才我说 四蜜 我做到了 接着又如何 太朔老公 太朔老公 你还要做这几样东西 就是内藏其精 内藏其精 就是这里 有什么可以令到我自己的内藏其精 是小丝肉 精气不好 顾本埔原 有时间静坐 顾本埔原 精气和 这就很强壮 好了 气不动 刚才说了 多些静坐 把自己的气不要斜发 拉回到丹田 神又如何 精神内守 无路以逆 无路以精 这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港城寺教皇帝 大家如果教皇帝问 港城寺 几千年的路 我究竟如何才可以令到我学长生 或者可以修行 港城寺说 无路以认 无路以精 原来就是 叫你的精神 不要那么虚耗 我们道家说话 太朔老公 叫做内不日 不要散 最后 孝不离 孝不离很简单 当你静坐的时候 含眼光 眼睛微微地放 你不会外视 耳朵就不要听 正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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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鼻也调色 正在说话 正在说话 你的氧气忘言手 可以做到这个动作 如果这样的话 那会有什么后果 太朔老公告诉你 如果这样的话 神传 气足 精固 这三个东西 你可以进去定门 不是走三个圈 真的坐在那里 叮叮叮叮 很多个圈都可以 否则做不到这几样东西 始终不进去定门 进去定门 也要走几个圈 又走回 又散了 我们要培育圆神 其实这两件事是难做的 所以我们以前 佛家、道家也好 外修是易做 四物 但一加二 要生活 以前的话 只有道士真理 隐居三民 所以他们不接触外奸 我自己关门 做这几样东西 叮叮叮,那就修行成功,但是需要 现在我们做不到,又不是代表大家努力 当你晚年,或者是归隐田园 或者你年轻,大了老婆,又不哆嗦你等等 那你就可以做第二,先做第一 好了,现在我们要煲朵 要用火候去煲我们的内丹 他的火候條節 修道人去到火候條節 就準備入籍路了 太祥老君先解釋火候 他說甚麼是火候 因為靜坐之後 我們的精血和了之後 就生了精 精氣神的精 神氣又膠 精氣又腐 我們在養胎先 在那個皇庭 三個人結婚 結婚之後靠甚麼 他還要生兒子 怎樣生兒子? 靠煲水 蓋了火爐 爐頭在哪裏? 在自己的丹田 準備燒丹煉藥 道家經常講的 燒丹煉藥 就是這樣 去到這個境界 我們先養胎先 我們就要起爐頭去燒丹 太上路君告訴你 怎樣燒? 真的要找火落我身體上 不是 太上路君說 內修者一氣之肉 自發其露 你自己起爐頭 爐頭在你自己的丹田下 起爐頭就是我們的土池下 一吋三分的下丹田 剛才我提到五臟的系統 爐火的升降 即是內丹運行 你要升起爐火 推動內丹運行 其實內丹運行 主要是水火 腎氣和心液結成丹 腎氣和心液結成丹 腎氣和心液結成丹的話 永遠都不成功 太上路君告訴你 有四個火候的正常 第一 初發之火 不聞不武 不寒不熱 即是別人告訴你 道長 我現在坐內練時 我甚麼都沒這麼說 我只是覺得我的肚臍 都暖暖的 這就是第一個感覺 不寒不熱 不聞不武 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繼續坐下去 氣進而氣更動 風更盛 火當陽 此為民火 呼吸時產生了一種風力 那種風力是一種火力 你自己身體是一個託藥 一個風箱 我們內體是一個風箱 天地是一個大風箱 我們自己內體是一個細風箱 這就是民火 出現民火 再進一步是怎樣 大上路君 再進而順風越凍 而火更張 似無火 火好像噴噴聲 去到無火 不要經常燒無火 不要經常燒民火 大上路君說 會前進後退的爐火 不然派民火是沒有用的 派過無火就燒死了自己 所以火會退下來的 當你燒著的時候 有民又無火 退後又無而民 又民而溫 民火無火 所以別人的煉丹 就是跟四季的 叫做年中取月 月中取日 日中取時 就是用這個方法令到自己 四季不同的火候 讓他進進退退 所以大家太少路君都不和你煩 明知你們坐在這裏 有得坐就算偷笑 還搞這麼多四季 休息夜晚 黃昏 不管了 總之你坐在這裏 有這四張現象出現 第一步成功了 太少路君當然知道 知道你們有什麼不妥 他說有些地方是不妥的 你會感覺到什麼呢 火會這樣升上 下丹田 arbit活 升上去中丹田 auso high 最初是這樣的 下丹田 這就是在墳格... 這正在墳格 墳格 遲些正在說怎樣 一直升 科技中分之下 有幾存現象 若子生溫而不俊 應提其的氣 莫棷塑之相 如果你覺得你不機 bile發不停 不越聚 依靠你自己わ氣 慢慢提升它 自己提升它 若相反,若即生武功起火時 可以以氣按折,用氣按折 慢慢按折它 降折,降折不溫,不熱不溫,而成為民火 一開始不要用武法,燒壞你自己 教你自己用氣降低它,靠自己 還有,如果這件事是這樣的 躺火,不上不落,常盆於皇庭之間 這裏下丹田的武藏起了爐 你經常覺得皇庭這裏上上下下下 又不上又不下下的話,這樣就沒用了 太常律觀就去到這個環境 你需要運氣以煽風 你自己弄,運氣提升你的氣 風轉而上升,能升能降 這樣的話,在做這個功法的時候 神當仍會,密使氣墮 這真是很難的 你自己的元神 要留意這件事,就不要讓祂摘下去 這件事,要自己做到才會知道 太常律觀知道你們會遇到這樣的困難 所以告訴你,用氣按折,讓祂上下 用神,用你的神來留意祂的火候上上下下 最差的是甚麼呢? 火候不足或不調節,又不聞火又不好火 正如甚麼呢?最後的結果是怎樣呢? 正如冷水燒坎 真是形容得好 用冷火,用冷火來燒飯 但最後怎樣呢? 那鍋飯不生不熟 可以煮飯,煮來煮去都是這樣 即是不成功 那鍋教修煉過程煉單 簡單來說,就是要靠我們自己的火候 升升降降 以前的人說 一年四季,我們跟春夏秋冬 溫良寒暑日月圓規的程序去修煉 現在的今時今日,大家可以修煉 還跟春夏秋冬,還跟春夏秋冬 十五個月光和太陽的走法 不需要了,太順老君知道走不通 所以太順老君這些內修課題 真是很好,大家真的不懂珍惜 如果要哭,真的會哭上來 那些人不明白 說來說去,就是念單說秋冬天控 就是心的液,我們叫做控 神的氣,我們叫做緣 宵煉成單沙 所以我們在單語上來說,叫秋冬天控 我們神是屬於緣 緣就是天地的至寶 五金的至寶 天地五金八石的至寶 天上面那些是緣 地下的就是兇 兇就是我們叫單沙 沙,即是兇就是沙 神沙,神沙就是兇 這兩樣就代表我們的心 心的液和神的氣 其實練來練來都練這兩樣東西 燒到它們成了單 神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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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們 神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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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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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